肖哥還有講到 他自己除了這個 舞台劇的兄弟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一開始講的 這個已婚女歌手 你真的要來啦 我很多事情也都是聽來的 其實我心裡有跑過 跑過幾個OAS 我個人比較傾向說 他可能曾經追求過的啦 因為他這樣比較 比較有可能 在昨天那個當下 他能夠立刻 把它寫進劇本裡面 就我多方的了解啦 就是說包括 包括很多人給我的訊息 他們說是 名字是六個字 肖哥還有講到 他自己除了這個 舞台劇的兄弟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一開始講的 這個已婚女歌手 你真的要來啦 你要公過名單 你要公過名單 他們等到最後 就是要聽這個是不是 已婚女歌手的部分 要揭曉了咧 就靠你了咧 要撕開來咯 來個條件 看你們有沒有堅持到最後 來問一下年姐好了啦 哈哈 我我跟你講 年姐有聽過這件事嗎 我這個答案我跟你講 我要學嬌嬌 我很多事情也都是聽來的 很多事情都聽來的 沒有關係 圈子裡面都是聽來的 我採訪來的 聽來的都有 其實這個已婚女歌手 什麼出軌 什麼製作人 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他爆這個料 給的那個太輕了 不知道為什麼 其他的其實很容易拆 他有在保護嗎 對我的哥們 什麼什麼 一下猜這種 就這個特別難猜 留在最後來揭曉 其實我心裡有跑過 跑過幾個OAS這樣 就是說 因為你還是要拆解嘛 就是說 那他一定很個椅 或說他很熟悉這個人 要不然就是這個人 跟他有過交集 甚至於他是不是追求過他 教是不是追求過這個女歌手 所以他才要知道 他這麼多事情啊 知道他很多這個內幕八卦 而且在昨天那個節骨眼 我要沉船的時候 我還最後還拖一個車尾 就拖你 把你拖下來 好 讓你慢慢猜 搞不好就猜中了這樣子 分量要夠的 對 所以他對他有愛 也有恨在裡面 然後這個人 我個人比較傾向說 他可能曾經追求過的啦 因為他這樣比較有可能 在昨天那個當下 他能夠立刻 把他寫進劇本裡面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就我多方的了解啦 就是說包括 包括很多人給我的訊息 他們說是 等一下 心臟快要停了 時間到了嗎 還沒到 還有時間 因為我們怕我們心臟負荷 怕我心臟負荷不了 因為最近資訊量過大 那你是算筆劃的 對 名字是六個字 就這樣子 好 名字六個字 就是說人家給我的訊息 是這樣子 對啊 換你講了 不是 猜不出來 這沒寫就別再多問了 我等一下寫給你看 名字有六個字 我這也是聽來的 我這也是聽來的 那我也是這樣猜 就是說跟他有過交集 跟他有過這個關聯 然後他心裡頭 可能留下對他 他會有一些糾結在裡面 在昨天那種狀況之下 我最後還要把你給寫出來 可是我有留一點 我有留一首 我沒有那麼狠 沒有讓你那麼好猜 是這樣的一個人 但年姐就你認識 你有聽過他們真的 就是你剛剛說的六個字 這位 他們真的有被 比方說拍到或是有影子出現的 這種跡象嗎 比如說像我們前面講的 桃子姐藏了這麼久沒有媒體知道耶 是啊 是啊 完全沒有人知道 沒有喔 沒有 頂多他們是有過一些交集 有過一些新聞出來 可是可是 可是我其實不太相信 他報了這個料 就是說已婚女歌手什麼 是不是說出軌製作人嘛 對不對 那我其實我不太相信這個事情 但是如果就是說 你要用這個蛛絲馬距去追 追這個女歌手 六個字 名字六個字 為什麼有六個字啊 我得到了訊息 我也是去到處聽來的 綜合各地的訊息量 給我的 滿有六個字的啦 換你了 我們就只能講到這麼多 我哪知道 換你了換你了 換你了換你了 因為他前面有跟我講啊 換你 是真的六個字 我猜不出來啊 那你也得猜啊 現在最後要交代答案啊 不然你沒辦法領個通告費啊 對啊 因為我剛剛腦筋閃過就是說 可是我想法不一樣 就是說 這個人應該跟焦沒有談過戀愛 沒有 只是認識 不熟 他就不爽 那顯然 是不是他又主持過他的記者會 那太多了啊 他真的太多了 他真的太多了 千百哥 對 對 但是已婚女歌手 就再去篩檢 太多了 可是就讓我想到某位 我就不好意思講了 因為我也要珍惜生命 反正那個 我記得有一個 提示一下啊 嬌嬌呢 嬌嬌有被他刀 嗯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這個人 其實跟嬌嬌是不好的 我只能這樣猜 因為我 我真的沒有任何線索 我連這個六個字的 我都不知道 他這個線索 滿滿有長就是了 那最近這一波呢 因為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因為 不管是我身邊的 我看到的 我也覺得 大家一定都很辛苦 可是我也在想 該來的真的都 不可能會躲得掉 過一天是一天 那麼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是 所謂的這類型性騷的陰影 會帶給很多人一輩子的 不舒服 直到他講出來 講出來 大家就開始公審啊 討論啊 分享啊 罵罵啊 或者是真的一定 該罵就罵 那麼這個陰影會不會消失 還是只是造成更多人的 我們看到過去這兩個禮拜 很多事情發生之後 有些人都已經走了 有些人都還在位子上 有些人怎麼樣 然後他們的 他們的個人當然就 就翻車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 他們的家人 他們家人 很無辜的也要去承受這一切的一切 我想我也不例外 那麼 也就是說 從兩個人的 變成了很多人的 然後大家的陰影 大家的傷痕 永遠都不會好 我們小時候有一個教育 就是說 得要人處且要人 然後還有什麼 面對他 放下他 什麼的 可是我知道這種 很深刻的傷痕 他很難真的放下處理 然後什麼 得要人處 就是得過且過 但我這幾天一直在想 假設對方 他的 他改變了呢 假設對方他身邊的人 也經不起這些呢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 就像 又生事件 八年前我沒說 八年後我也不會說 因為我覺得 他有小孩 他有 可以改變的機會 我們願意 給他一條路 當然有人 就還是不願意嘛 沒關係 這個沒問題的 那我也在想說 奶奶才是對 我們都會犯錯 在不同的領域 然後可能被原諒 原諒人 但心裡沒有過去 午夜末尾還是會想起來 我現在講的不只是 me too 還有別的 職場的霸凌 演員的霸凌 包括我媽媽的 那個畫面我不可能 忘記的啦 小時候這麼多事情 早就忘了 但這個事情不會忘 那我接下來講的也是 其他在我人生理事當中 帶給我傷痕的人 我也不想要什麼 得過解過的 因為 我也沒有被原諒 不過當然這過程很矛盾 我也在想說 像那些性侵犯 他們真的坐牢了 很恐怖的犯法的 他們出來了 各位會不會把他的名字 秀出來 然後貼在網路上 然後讓你身邊的同事 嚇一跳說 原來他就是我們隔壁的打掃的 原來他就是我們這個餐廳的服務生 要小心他 他進去過 不要給他機會 因為他很恐怖 更生人 不都是在等待的機會嗎 現在這些被爆出來的 都連更生人都比不上 當然他們沒有去坐牢 可是他們在這個社會上 真的是連更生人 都比不上 因為幾乎沒有 沒有重來的機會了 名氣都很高的 比起那些現在在你身邊的更生人 他們是不是 真的沒有機會 更生人我們給他機會 不會公布他的名字吧 可是大家現在就是獵巫嗎 我過不去 我也要讓你過不去 永遠過不去 你不可能在工作 你不可能在出現在任何地方 你只能躲起來 比那些不管是殺人放火 性侵的更生人還要慘 好我要講的是 大小S 給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當年我們在分手來來去去的過程 前後 當然也有一些很嚇的事情 比如說我有一些東西被小S發現 小S也不開心 那 可是問題是他們吸毒課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 他們 可以去否定 否決 否認 然後 紅了二十幾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還是可以否認 他們身邊的朋友 阿亞也好 方小軒也好 周俊偉也好 全部都逃過 我還記得 像瓜哥阿 頭中康什麼的 還坐過牢阿 還是幹嘛 忘記了 大家都還付出了一點什麼 大媽也好 妖偷也好 那個時候因為不流行社群 所以很多妖偷可能也沒有機會爆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逃過這一切 咪吐是不是只有 針對某一種事情 可是我心中的咪吐 我聽你不是那個 是這個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若無其事的 繼續紅下去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韓國印象很差 因為我就是被他們帶去的 當時大概是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喝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周俊偉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到韓國那次我也不快樂 我還記得在那個浴室 光頭很大隻 他可以把我抱進去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那個夜店 裡面都在課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為什麼 為什麼 如果我逃不過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得過 還有很多啦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憲哥 老吴 當年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霧水 旁邊有一個Angela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萱 後來又冒出一個薇薇姐 她到底她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都是很強大的 然後 現在這幾年她很敢說嘛 就什麼事情她最大她贏嘛 最近她在講她謝和璇什麼 告贏的拿了幾萬塊 我也是覺得很悶很不爽 人家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著幹嘛 炫耀住著幹嘛 炫耀住著幹嘛 你這麼厲害 那為什麼不去鼓勵人家照顧人家呢 你要告人家 這也是某種偉權勢不是嗎 這不是嗎 她很會講嘛 就我了解 她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她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她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收視率很高 節目很長壽 人氣很高 我有些都覺得 然後 當然有一些是聽來的 在森迪家大喝哭著回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 一樣啦大家其實不都一樣 都是 都是假面嘛 還有那個鄭國城在中山堂主持節目 後台抽菸喝酒 五雞耶 誰敢去煮誰敢 那大家不都活到現在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們都沒有錯啦 他們都很棒 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 too嗎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說出來了 我管你們去死 反正也沒有人管我去死 然後 太多了啦 那個已婚女歌手 跟製作人 搞在一起 Data是你情我願 但你敢管在台上說嗎 若是你情我願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好兄弟 婚內出軌啊 阿姨後台形象也好都不得了 好到現在 為什麼就我跟小意思 形象變成那樣 阿你的形象都這麼好 舞台劇一場又一場 哇你們不都很厲害 你們不都很屌 你們不都很幸運 我沒有要非得要拖大家下水 拖大家下水 可是我就一直在思考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原諒這件事 有沒有放下這件事 有沒有你明明知道 但你就算了 應該是有的啦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 我也傷害過被人 我也被傷 有一位 有一位姓陶的 昨天還一直在問我誘生的事 你煩不煩啊 乾你屁事啊 你煩不煩啊 誰敢跟你講啊 你到時候拿去節目講 那你當年 對我愛理不理的 對不對 明明在一起 我還記得在延期街的巷弄 約完會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還寫了一首歌叫做 你總在他們面前 表現你對我一切不聞不聞 那明明就在一起丟包 後來分手還寄了一封信 還把他那個署名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著喔 傻子 把我罵了一頓 扯東扯西的 這都是我的陰影啊 還有那個姓假的也是 欸是你在追我呢 那我也喜歡的是蔡正德啊 你在追我 後來突然間又分手消失 然後夏宇童也是神經病喔 始終不成年 你丟高喔 我不懂啊 這些陰影我都放在心裡耶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傷痕 我也不會說嘛以前 好啊 現在大家都來說啦 打電動戲以後 還有很多懸案嘛 一些大牌歌手啊 點點點啊 所以 現在是怎樣 我們大家都選擇 不願意放下 不願意 let it go 大家都要說 過去的傷痕 誰沒有傷痕 誰 多數的人都是從傷痕當中 從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 被傷害走過來的 不是嗎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那最後我要講的當然是 完全對不起我所有身邊的人 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我太太在我認識他之後 尤其是這九年吧 我絕對是 絕對是改過之心 絕對對得起他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敢去多想 天下大亂 然後 我的東西也 收藏這麼多東西要幹嘛 燒掉吧燒掉吧 全部燒掉 找個焚化爐全部燒掉 所有 對這個世界曾經付出的愛 通通燒掉 我也不知道 拿什麼臉去見人 我做了很多瞎事 我做了很多好事 我做了很多好事 可惜它是不可能 就是 抵消掉 我一定要負責的 一定要負責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往下走 我剛剛講完這些 那些 我只是想告訴大家 每個人心中的傷痕 不是只有心的騷 這些傷痕影響的程度 不是只有因為肢體接觸 而留下的痛 或者是留下的苦 我媽媽 在幾年前 透過關係來找我 我在公共電視 後台 放了一些寬解 陪著我見她的一面 沒話可說 之後也沒有再見 我也不知道那個叫不叫原諒 可是我也不會去說 她都幾歲了 我幹嘛說那些 可是我要告訴你 她也是我的傷痕 永遠不會結痂的 她的離開我永遠不會放下的 我可以 我可以不去想 在那個畫面 那個十歲的小嬌嬌 站在天母八樓陽台上 往下喊對著她跟喜美的車子 都幾年了 四十幾年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 不好意思喔 這個榴彈賞射 但是現在不就是這樣嗎